我要打神了 我要打神了 爱神 突然先走 无敌霸王心 打神了 20岁的波球首次来中国比赛 两回合轻松摧毁中国散打高手 众所周知 波球来中国比赛的次数并不少 其中最知名的便是波球与伊龙的大战 但其实 早在波球成名之前就来过中国比赛了 时间回到2003年 在广州天河体育馆举办的中泰对抗赛中 一位20岁皮肤又黑的泰国小伙 首次登上中国搏击擂台 年代的久远并不影响比赛的经典 他的对手是海南武警三大冠军孙涛 在当时赛事方为了立于宣传 将这场比赛称为中泰警察之战 还给名不见经传的波球安了一个泰国皇家警察的名号 这时候有观众就问了 这介绍上怎么写的是宋巴而不是波球呢 其实波球在成名前名字就叫宋巴 首回合开始 本来观众都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泰拳选手 结果却没想到 这个泰国黑小子实力不俗 几个糟腿又快又狠 把解说看得都是一惊 而孙涛作为一位顶尖的三大选手 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面对波球的近身禅暴 孙涛马上转换身位防范顶西 此时的波球技术稍显青涩 想近身对弓却被一脚踹开 孙涛应该也是没少和泰拳手打交道 极力的防止波球贴身 但是在随后的缠斗中 重心不稳 腹部挨了波球一次重膝 这一下虽然看起来没事 但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在训练中很正常的 它有的是抱着你的进步 用你的摆动用力 用你的力量 它在水上来撞击 而且这个黑小伙你看见没有 而且他刚才使了中国式的一种踹腿 看来他对中国公司也不太了解 在回合接近尾声时 孙涛把后背露给波球 波球上前突袭 结果却被一脚踹开 随后两人在缠斗之中双双倒地 此时首回合比赛结束 手拿起来 不计要配合动软 因为他就不计要急促 好 观众怎么样 今早这一局还占优势 本场比赛是散打规则 采用的是三局两胜的打分支 由于在早期波球依赖泰拳技法 短板也就十分的明显 进攻基本全靠腿和膝 这让孙涛凭借更多有效击打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它比较放松 对对对 它上半身的基本上是露出来 第一局是孙涛获胜 如果说在第一局中双方打的是半斤八两 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劣势 那来到第二局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进入状态以后 波球的进攻越来越有压迫性 并且泰拳手的下肢进攻都非常重 孙涛被连续扫踢和顶心命中以后 动作变得有些迟缓 进攻也远不如首回合那般犀利 局势自此开始逆转 波球的顶膝非常的重 为了防止再被吸撞 在每一次进身缠暴时 孙涛都把身位压得特别低 几乎就是搂在了波球的大腿位置 虽然有点效果 但这对体力也是极大的消耗 在又一次被波球顶膝击中以后 孙涛痛苦倒地 裁判也随即开始对孙涛进行毒秒 虽然孙涛很快就站了起来 但台下孙涛的教练非常明智 感觉到这位泰国选手不一般的 果断扔出白毛巾认输 在赛后孙涛去医院检查 发现被打出了非常严重的内伤 没过多久就退役了 在当时波球的扫腿可以说是无敌般的存在 就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次年 也就是2004年 波球凭借领力的扫腿和鼎膝 拿下了KIMA World Max年度总冠军 从此声名却旗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点个赞再走呗